嘿是的 我是德拉 今天來介紹這個新之後翼的艾倫法瑞 這一隻是新的水線定角波動之劍 那這個角色的原型給我的感覺是 超級無敵像鬼滅之刃的炭刺狼啊 不管是誰的波紋或是揮刀手法或是技能組等等 都讓我有一點看到炭刺狼的影子啊 那沒關係話不多說 我來分析一下這個角色以及我會不會抽 以及我自己的主觀評論 在這個遊戲的水屬環境中 打手只有這個也不說打手 武師只有賽亞 然後補助一個時候納焰 那終於出了我們的水打手 那我們這個艾倫法瑞的普攻效果 揮動四次普攻會有這個波動效果 波動效果幹嘛 可以疊成數 最多時程水屬性障礙增加0.5% 一成是0.5% 所以時程就只有5% 那水劍的這個核心技能啊 我認為這是核心技能 普通技能它會打出一個劍氣喔 三個劍氣 那如果你到願意的時候變五個劍氣 打到的時候也會疊到兩層波動 並且是你這個劍氣的波濤風有的效果 就會提升傷害10%如果可以標記到敵人 10% 但我覺得10%也是普普通通啦 大招波動之間前三次攻擊會消耗一層被動 最後會消耗所有的被動 那假如說你疊滿10層的話 前三下都是這個10%的提高傷害 再入最後一層消耗70%增傷 但我覺得角色順勢其實有一點激了喔 在這個星之後遺啊 你疊滿層數又消耗 疊滿層數又消耗其實是很浪費時間的一件事 其實我一直不想要跟其他角色比 但是你看光公主 光公主簡單暴力 他卻還要疊成消耗疊成消耗 但是最大的有禮物 他是一個維吾線喔 所以大家對這個火克組會比較舒服一點 當初看到這一招的時候 強光水窩流這個蓄力攻擊 我以為他是一個核心阻力技喔 但是越講越奇怪 其實後面星之後的怪喔 越來越變態喔 越貼身越危險 所以你要在這個 貼著敵人的時候 蓄力到八段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啦如果你可以其他八段的話 這個有一個不錯的輸出啦 好不好 那我是覺得可能相對難用 那我覺得他的核心技能 還是在這個水劍這個大波的這個地方 而且甚至是圓一的時候 可以變成五道格水波 這緣分建議喔 這圓一的時候就是這個普通技能 從那個三道變成五道 然後這個波濤的效果 從十道變十五 他其實都圓一的話 就是一個大紫辯其實就非常的不錯 圓二的部分的話 獲得一個波動時追加獲得一喔 這個波動喔 這變成說你原本要砍十下 變成疊五下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快速疊成 如果你想要讓大招快速增傷的話 是需要到圓二的 不然你都要普攻十下 才會到這個十成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速度手法 還是用普通技能 所以普通技能的這個水波 能斬到五隻應該就會快速給他十成 所以這個是看你考不考慮 但是有這個原本的話喔 一定會讓你的速度手法更輕鬆 但後面這個每個同點攻擊速度增加0.7% 最多一只有7%喔 我覺得7%攻速真的是可有可無啦 在這個遊戲 原本3的話是波動直線技能等級加3 這個是最普通的進化原本 原本4的話我們的波動可以跌到15層喔 然後你也跌加一層攻擊增加1%喔 所以這個第四層也是一個大質變 第五層也是技能增加加等級加3 還有我們第六層變成波動增加20層 消一層波動時可以這個傷害有10%變20% 這個是大 這個是最大的圖片 所以說水劍要玩得好的話 我覺得大圖片 這一次的這個限定角做得非常貴啊 那個第六層跟146的每次的圖片都會變得很有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如果你是小客無客建議的話 是盡量一定要抽個原因 會是比較好的 再來就是要往原4 再來是原6喔 不要卡的剛剛好 原1、原4、原6自己做選擇喔 再來我們看這個法瑞的裝武喔 其實這把裝武給的非常的強啊 攻擊力複補性是13.5% 暴擊是99% 我老實說一句話 如果你有玩光大劍的話 或許可以把這把武器抽給光大劍 畢竟這遊戲的裝武是共用的吧 普攻或普通技能傷害敵人時 這個獲得激烈效果 那光大劍也是可以的 然後在進行強攻或特攻的時候 光大劍也是可以的 傷害量增加15% 所以說我覺得這把劍喔 適合光大劍喔 我是提外話的 這光大劍跟水劍通用的 那這個提升到第六把刀的時候 是33層 然後5層 接下165% 但我還是覺得偏貴 我覺得他一個以原靈武器來說 你可以這個 如果沒有抽到哈根大劍的朋友 或許可以拿這個生命的波紋 給光大劍或是水劍做實用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自己會不會抽呢 結論是我是不會抽的 因為目前的環境好像也不用水劍哥哥 這個也能通關啊 我們光弓獨妹 然後唯一有雷弓也有血弓 也有光大劍也有黑太陽 我發現好像沒有這個水劍的位置 儘管他說他是唯一的水溪喔 但是我用這個傷害壓制 也不用剋數 好像也只要打得順順的 結論上來說是這樣 我覺得水劍目前也不是一個人拳角 我們應該要在乎的是CP值 當然啦就是我自己的建議 如果是真的很想抽 或是課長想要抽爆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喔 好我是CD喜德 我們下次見